下班回家喽 咱们面前有一个妹子 她这怎么回事 迷宗布 你这种人我见得多了 你看我长得帅 故意躺在我面前 想让我对你动手动脚 你以为我看不出你那点小心思 还想勾引我 幸好我拿着手机在拍呢 大家给我证明啊 我绝对没有对她动手动脚 一个大姑娘佳佳的 就这么在外面待着多危险呀 外面这挺冷的 我又不能一直在外面这么看着她 没办法 我就只能把她带到我的家里了 哎呦 哎呦 这真的沉 看着扭的 你身上有区域啊 没办法 我就是这么一个善良的人 希望她明天早晨起来不要讹我 她在我家这么住一宿 明天早晨找她要200 应该是可以吧 嗨 我是你的好兄弟 少跟我称兄道弟的 你就明明是一条狗 你说是我兄弟 拐着弯的骂我是吧 滚出客 啊 你好辣嘛大僧干什么嘛 你是谁 你都做什么 我 油盲 我 变态 这是我家的枕头 你给我洗 哎你听我说 事情不是这样的 那个房租结一下 有什么好解释的 给我滚开 我不滚 这是我家 你站起来干什么 你听了这个电话 你就懂了 真是的 我这个大好人冤死了 喂 我好像是喝多 睡在外面 谢谢你阿姨 都明白了吧 是我阿姨给你脱的衣服 道歉 就算是你好心设计我 连衣服都不给我穿 油盲 我是你爹呀 你穿衣服还得让我跟你穿 啊 门口挂的两件 你看不见吗 这么大个眼睛 白的这个衬衫 我怕你给我穿脏了 这个球衣还没洗 就给你穿吧 那件衣服穿完了 你记得帮我洗一下啊 在外面随便就睡了 埋太鼓鼻的 你看什么看呀 球衣没看过吗 还有你那个被子 能往上遮一遮吧 你是暴露狂吗 想让我看你 哇我这个球衣终于发挥了它的作用 变成了真正的球衣 昨天的事 昨天谢谢你了 哎不客气啊 那个 一个人住两室吗 啊是是是是 我是河北首富 但是这些都不是关键的 昨天那个房租大概 我就下美 哎你能不能不打岔 你可以加我的微信 以后再联系吧 拜拜 等等一下 加什么微信 我这不让设账 哎你球衣也给我 哎你最起码穿条裤子呀 哎给他发个微信吧 全部给我 衣服也给我穿走了 我先问一下他到家了吗 嗯暗示一下他 到家了换上自己衣服 把我衣服还给我 他应该不会不理我吧 哎他毁我了 有什么事吗 他竟然问我有什么事吗 他把衣服的事忘了吗 难道 真不要脸 想赖我的衣服 我衣服两百多呢 你要是这么赖 我就不跟你扯那些没用的了 你直接还我衣服 告诉你们 对待这种无耻的人 不要忍气吞声 咱们口直心快 跟他说明白 和小气鬼才到家就开始催 我不会忘记还给你的 哼 我要是不说 你肯定不还了 你没看见我家就两件衣服 一件白衬衫 一件秋衣 你把秋衣穿走了 我穿啥呀 还衣服 还衣服 别磨叽 还衣服 我才不信 我要睡回笼觉 拜拜了 你不信 你当我从这跟你斗着玩了 是吧 啊 你想把我气死了 然后你就不用还了 是吧 叮叮 哎呀 谁呀 这大晚上的 我锻炼身体呢 十月份还得见粉丝呢 哎 你 你回来还我衣服了 我房东不让我租了 拜托了 能不能让我住一段时间 你先把衣服给我 我身上的三天没换了 我不让你住 你就不给我衣服了吗 哎 那 让你住也行 但是你肯定得把衣服先还给我 然后你还得掏房租 对吧 我家我不是什么带善人 我是带恶人 你要是蹭吃蹭喝 啊 肯定是不行 太好了 你果然是个好人 行李自己拎着了 我肯定不帮你拎行李 看你那个笨手 哎 干嘛呀 你快起来 赶紧起来 你 你胸肌那么大 都给我撞坏了 我这 手体格子 你以后注意点 反 嗯 这个甜点还可以是吧 那个 呃 我今天找你出来 主要是想跟你谈谈 呃 我们家这个房租的问题 谢谢你提醒我 啊 你明白了吗 你还想吃什么 就随便点吧 我只要有甜点就够了 你 你只要有甜点就够了 甜点是他娘的 我点的 你给拿走了 嗯 我最最喜欢吃甜点了 我他娘的说的是这个问题吗 啊 钱 钱我都付完了 你看这个人他多不要脸呀 还在这跟我笑 嗨 我把种树的工具带来了 你把种树工具带来了 种树工具我随便找个门卫大爷就能借 我身上的树苗不得花钱呀 种个树你都不掏钱 你怎么这么抠啊 树苗看着不错嘛 这树苗看着肯定不错呀 这树苗是我从我姐家花店拿的 淘宝上买不得花钱嘛 你好用心 这树苗一定会茁壮成长的 哎呀 我还没睡醒呢 大早真的谁 她娘的个 哎呀 经理啊 喂 这料我已经准备好了 你到办公室来讲 啊好的好的 经理你声音真好听 哎呀我好苦呀 今天我放假 非得让我去办公室 要不是为了生活 谁愿意当一个舔狗呢 有什么事吗 你滚 我不想跟你说话 我要上班去 哦你要加班啊 像我这样的职业多好 时间完全有自己分配 对了 还没跟你说过我的工作吧 我是一名画手 在网上连咱们画 你好我是画角 我能走了吧 养你这么个废物 我得多赚点钱 早去早回 比我还穷 还他娘的画手 哎你好客人 你的猪食到了 希望你能吃的开心啊 你能别说了我家筷子 我有点恶心 还说 我家就这一双筷子 你还让不让我吃饭了 好棒 你做的太好吃了 能有一个这么会做饭的室友 我真是太兴趣了 是剩菜 我加了剩菜 我就算了 哎呦 还把我做的东西发朋友圈了 哎呦 有点不好意思 那我就勉为其难给他回复一下好了 提醒他一下 你再这么吃要胖死了 妈的我自己加上剩菜能吃三顿 呃 哎呦 你又穿这么少 你在家 还好你没睡 什么还好我没出门啊 你有话对我说吗 那你不说话呀 你在家能不能别穿这么少呀 跟我说话呀 你又去洗脸去了 我没出门你要干嘛呀你呀 哎不是你洗脸能不能好好洗呀 你你往胸那块聊什么呀你呀 暴露狂的症状又严重了 再怎么说 虽然我很善良 我也很好 我正人君子 但是你不能这样呀 我也是个男人好吧 你说还好我在家 原来就是要对我做这种事情 他舒服多了 什么舒服多了 被我看了舒服多了吗 哇 你这也太过分了吧 你这主意心骚扰了好吗 我要告诉我妈妈 这屋怎么一股臭脚丫子味 你能不能把你这个门关上呀 你又这样 用臭脚丫子味当陷阱 引诱我来关门 假装换衣服 满足你暴露狂的快感 我他妈想看吗 这事我想 哎 大家好 我叫花少北 如果你看到了这个视频 请帮我报警 镜头前的这个女人 不给我房租 住我的 吃我的 还有暴露屁 我不知道我还能撑多久 我 被人控制了 他每天穿成这样 在阳台上晾衣服 我们小区的人 都以为我有奇怪的癖好 五号楼的小花也不理我了 呜呜呜呜呜呜 帮我点个收藏 投个硬币 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 救救我吧 我正在看着你看着你目不转睛 你丢的爱装在看你等待你人灵 请别再看手机看手机装不在意 你 你 你